市场观望美国议息结果 二手楼市交头淡静 指标屋苑造价不断沉底 将军澳新都城套三房单位险首800万 较高位回落约9% 实用尺价低建1.2万元 比屯门多个私人屋苑尺价还要低 美联高级分区营业经理林浩德表示 新都城第三旗一座低层H室 实用631方尺 属三房一套间隔 降价44万以804万元沽出 实用尺价紧12,742元 创屋苑近年尺价新低 根据资料 同座极低层H室于2019年7月以880万逆首 可见今次造价比高峰期回落76万 楼价跌幅达8.6% 楼价调整 小业主选择止涉离场 中原高级资深分区营业经理郑永兴表示 务运站一号银海六座高层里室 实用968方尺 属于三房套间隔 令设工人套房 单位在维港烟花海景以3,030万元逆首 实尺31,302元 据悉 原业主2019年7月以3,000万元入市 三年涨赚30万元 但扣除集费料涉约160万元 同时 世纪21分行经理胡国强表示 马安山营海 进岸7座中层置室 实用511方尺 成交价819万元 原业主5年前以799万一手买入 账赚20万元 扣除集费料涉予18万元 九龙站一带屋苑造价 持续回院 中原分行经理胡鸿舟透露 罗士甸站上盖度Austin 1A座中层里室 实用861方尺 匹价430万以1920万卖出 实尺22,300元 为屋苑三房户入伙8年来二手伸低 原业主9年前一手入市 账赚135.7万离场 九龙站本月站六九中成交 按月回落四成 世纪二十一家天下分行经理黎振杰透露 奥运站军会港陆座低层室 实用面积478方尺 刚以966万元卖出 比市价低约5% 租赁方面 中原地产资深分区营业经理林日斌表示 正值暑假租赁黄贵 东冲区本月累陆约145宗租任成交 辽传月中数将创今年单月新高 个别成交方面 美联物业首席高级营业经理黄家营表示 将军澳南风广场一座中层理室 实用面积809方尺 属三房一套间隔 最近获4名就读于科大的内地学生合租 月租2.4万 赤租约29.7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